第32集 一个尸臣的炼剑之后,殷长哥心境平复,胸中快累全消 逝去了额头上的薄汉 他见沈曼青在廊下仰望着天际星河,郁郁如有心事,不禁行过去 虚姐在想什么? 沈曼青神思涣散,半赏才到 师弟,你道,这身上如何? 突逢一问,殷长哥略感疑惑 师父带我们如亲子,师弟师妹也尊敬有加 一切极好,师姐怎能突然这样问? 山中虽好,岁月久长 沈曼青心中纷乱,目中也是一片迷惘 眼下固然不错,再过十年二十年,又如何? 殷长哥年轻随性,极少四级长远,闻言脱口而出 当然是武艺更为精进,本门在武林中威名更甚 画刚一出口,就看见柔美的容颜泛起了一抹苦笑 殷长哥脑内灵光一闪,突然就开了窍 师姐,不想留在山上? 郑阳公自有门规,门下弟子可选择树发正式入道 也可禀明师长后离山从俗,婚娶不尽 但从此与郑阳公无关,终身不得再以门人自居 沈曼青漠然良久,低声道 我三岁入山,找御师门,家中足亲无一计 回去,怕是也诸多不惯,未必受得了拘束 更不知尊长,如何安排 殷长哥知他性子内敛,心事鲜少素质愚口 此刻竟然到处,必是忧虑纠结难安 他顿生怜惜 那就留在山上,师父一向带你是极好的 沈曼青轻叹了一口气,秀眉宁着彷徨的轻仇 留下术法为道 山中时光转身过 之后青灯长卷,终老山天 也不知会不会毁 殷长哥沉默了一刻,言语极是认真 徐姐有我,必不会寂寞 沈曼青千丝万绿,只觉得未来一片迷茫 无论如何抉择都难以心安 好一阵,他突然蹦出了话语 再过数月,是世卷大会 师父已接了帖子,安排由我们致贺 待福州势必,我要去精灵一趟 一言即出,他的心头奇迹般的名快了许多 后面的话也流畅了起来 祖父让我回去,不管是做何安排,我想见一亲家人 山月映着他青春秀美的脸庞,殷长哥突然有了一丝心疼 他是这样的美好灵慧,天生就该受尽疼户 得到世间最好的一切,而不是寂寞的幽居深山 静了一会儿,他轻声道 好,我陪你 风雨来 一声巨响,滑破了重云密布的天空 精灵暴雨如注,天色如晦,雷声轰鸣 天幕仿佛被捅了个窟窿,滑滑向下清水 闪电频频频明灭,照亮了暗沉沉的乌瓦 这样可怕的天气居然还有行人 一个影子撑着一把油纸伞,沿着玄武湖边蜿蜒的小路而行 路边树影床床,浓密的枝叶犹如黑浪翻涌,在狂风中遥遥遇到 雨水在坡道上奔流,影子走得很慢 最终来到路尽头的一间宅底前 这是一座极大的宅子,衣衫环湖,几乎将半座山纳了进去 影子在门外扣了扣门环,门立刻开了 两行碧水琉璃灯,风雨不息,盈盈闪烁 灯柱沿着门内的路径弯身,在黑暗中指示方向 这样大的宅院,会有风声雨声,而无人声 宛如一个隔绝的异域 影子缓慢走入,顺着灯光行过几重深院 停在了一间灯火通明的书房外 随着门飞的推开,一个青年从书案后立起 飘檐而入的语物浮动了衣媚 他的姿态从容清雅 俊言酿起了笑意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想见苏兄一面还真是不易啊 来客是个面生的黑衣少年 尽管撑着伞,仍被庞陀大雨浇了个湿透 声音是做青瓷熟悉的屏幕 温思温说,后来此地剩下的酬金也不用拿了 为什么 这亭云水泄的庆功之宴,唯独苏兄不至一直深以为憾 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长眸印着挑达的细血 做青瓷不见半分愧意 谁想这天功不作美,倒让苏兄受累了 不如先换下诗衣再续,如何 黑衣少年正是非寇儿 他从头到脚向水里捞出来的 目着一张脸 不必了,酬金到底给不给 做青瓷严苛入座 对方全部理会 他也不以为意 哎,那些不过是玩笑之语 这酬金早已备下 而且上令有一桩请托 还望苏兄不吝借力 少年垂着眼,身形僵直 甚至不曾抹去脸上的水 生意的事,有文思源和你谈 我来拿金子 做青瓷微微一笑 言语诱惑 对苏兄而言,这桩请托轻而易举 报场也急疯后 又何必要让文兄分一杯羹呢 我只是来取酬金 少年仿佛一个字也不愿多说 赤鹿鹿的井微躯 脚边还在粒粒滴水 左倾此微一沉吟 将岸上两个七侠 推至对方面前 那些黄金已对成了银票 这另一河是土火罗王雌刑时赐的金珠宝玉 少年起开看了看 缓慢地将七侠收入怀中 水顺着并边滑落 湿冷得指尖极苍白 左倾此下意识觉得有些怪异 一时又变不出原因 苏兄可是有什么难处 少年没有理会 一手打开了门扉 狂风卷着雨扑面而来 陡然间凉意袭人 不等左倾此再开口 他已经踏出去 连告辞的话语都省了 盯着风雨中的背影 左倾此疑惑更深 一端仿佛有一丝淡淡的血腥气 他的视线猝然落在地上 飞口尔之前所立之处 残留着一滩水渍 紧实的地砖银色极深 左倾此俯身轻轻一逝 指尖竟染上了一抹淡红 他豁然起身冲出门外 满天雨幕倾斜而落 立刻将左倾此交了个湿透 白沫从眼下现身替主人倾散 眼看那个模糊的背影将要走出院门 左倾此立声而喝 拦住他 白沫应命追上去 心智也飞口尔的本领 自己未必拦得住 可也留了三下变招 谁料一掌顺利地拍在肩上 对方竟一声不响地倒了下去 大雨倾盆如注 左倾此一手持伞 一手上来搬过少年的脸 只见他眼睫紧闭 唇色惨白 已然昏迷过去 风漫过脆雨般的池塘 扫开了薄淡的白雾 池盘有两个倒装少女 一个肤色微黑 一个怡如绣衙 灵魂仿佛出窍 躲在松树斑驳的树感后 端绪的话语被风带入耳机 肤色微黑的少女开口 小蓉一息有几封恶意 师叔回来了 叫他去后山清炉 既然不在就罢了 可不能说我们未传道 秀雅的少女胆笑了一下 累在池盘神色矜持 有一种正直无邪的气质 话语简单 人不见了 翻涌的白雾冲出一只 从未见过的猛兽 眼亮的双目胸光毕露 厉齿争鸣 仿佛要将人连皮带骨吃下去 不信迅猛可怕 且落间 泪爪一划破了尖壁 鲜血溅出 疼痛铺天盖地的卷来 白雾又慢过来 眼前是青砖地面 恍惚见 他跪在地上 折断的剑置在膝前 周围的话语或缝或潮 还有人在摇头叹戏 总是也留下的血酸泥 当时仅有的一只 吃丫头竟然 心太软了 他根本不该烧 非我 资质平庸 索性逐出 手上的肩臂很痛 冷汗一丝丝蜿蜒 嗡嗡的责备 像鞭子抽在他身上 光一晃 一个影子踏进来 满屋拒净 他的头 吹得更低了 心口有种 无地自容的坠痛 恨不得将自己 埋进石板 一个清淡的声音 响起 刚回山就听说 我托儿杀了血酸泥 混乱的声音又出现了 一个接一个响起 闯入青炉禁地 门归 才两年就犯错 罚 他的头昏昏的 即想逃到一个安静 而没有人的所在 可是他知道 世上没有那样的地方 一只手扶住他的肩 硬直如风连点几处 闭上的穴道 他忽然不痛了 那人随手一晚 他身不由己地站起来 腰脊拔直 头也被扶正 眼前是一双风一般的眼眸 轻悦而骄傲 让人忘不掉 记住 你是我苏璇的徒弟 无论做错什么 都不要轻易玩耀